说到中国海军 今年来可谓是备受关注 不仅装备了两艘航母 还拥有大量先进的盾舰 而且主力作战舰艇 更是达到了168艘左右 那么随着海军先行舰艇的问世 必定也会拥有多款威力强大的防御类武器 此前一支装备了海红旗7导弹和鹰级83导弹 虽然这两款导弹对于中国海军而言 有着极高的地位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却并不属于先进序列 至少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然在亚洲地区 我国海军部队的近程舰空导弹拦截能力 一直都属于记录的保持者 然而随着海军部队迅速发展之后 意味着急需先进的舰空导弹装备部队 为此在前段时间亮相了红旗时打靶试验的画面 执行此次任务的是我国053H3护卫舰 而红旗时作为一款现役防空导弹 能够在距离海面1.5米至10米左右的高度上 成功摧毁目标 还采用被动射频加红外成像复合巡的制导技术 此外 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大约在9000米左右 最高飞行速度更是达到了2马赫左右 赶衬我国海军部队的王牌装备之一 此外 我国用红旗时试验拦截英纪83反舰导弹 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意味着中国海军的进程舰空拦截能力 有望继续保持亚洲地区的记录 对此外界认为 按照中国如今拥有的科技实力 红旗时或许能够轻松拦截布拉穆斯 也要知道后者属于俄罗斯和印度合资研发 并且是在俄制宝石反舰导弹的基础上进行研制 射程大约在350公里左右 巡航高度达到了15000米左右 飞行速度大约在2.8马赫左右 因此 该导弹属于一款超音速巡航导弹 而红旗时 凭借强大的防空能力 或许真的可以完成对前者的拦截 因此也意味着 中国海军的实力将会再次得到提升 同时 也说明我国为海军部队 配备了一款亚洲最强舰空导弹 即便与西方国家还存在差距 但是 相信随着我国的实力不断提升 终究会迎头赶上 甚至会实现直线超车 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海军发展的方向 不仅要拥有核动力航母 同时 也要拥有实力强大的舰载防空导弹 因此 也意味着 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 将会逐渐缩小 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